你 解释 大哥 你没权利怎么做 这是我的屋子 你不能背着我 放我的东西抄我的家 那么是等真金硕警察局 来放你的东西抄你的家吗 到那个时候 你还能这么完完整整 站在我门前跟我降罪 跟我辩论吗 我在法国跟你说过什么 你都到尾巴疯了 我没干什么呀 你二哥在政府办公厅工作 你在家看这种书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别跟我说这本书 是你无意间看到的 你不会无缘无故做一件事 包括读书 我跟你说过什么 无论在什么位置 不要碰政治 不要问政局 永远保持中立 我这么做是为什么 我不想看到你死啊 大哥 你听着 从现在开始 听到的看到的 都不要往深处去想 也不要试图再来了解我们 马上找房子 找到就搬 大哥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二哥的身份 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谁告诉你的 我一个朋友 还知道什么 二人归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 我觉得里边有问题 我担心你和嫂嫂的安全 对 对 对